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太嚣张了 村霸 然后就几个村民在一个人家里围殴就把他给打死了 打死了呢 你看我要跟你讲这次公监法办案 它的年份 你觉得这个时间相隔的让人觉得很有趣 这个1994年打死这人 然后就说呢 这个派尔索随后进村办案 然后呢 说1996年 正月把黄家光给抓了 为什么抓他呢 因为呢 那年正月呢 他正是回家看老爹 碰巧经过 我心里看这报道过 这差了两年 这怎么觉着碰巧经过就把他给抓了 抓了呢 就现在知道 打他啊 就说是不是你打的这个打死的这人 他说我没打呀 说怎么可能不是你打的 他说怎么可能是我打的 我在外地打工呢 我那个时候就不在这儿 但是不由分说 反正是逼他认 而且呢 就是说你不认没关系 你啊 领我们找另一个嫌疑人叫黄家鹏 结果这人也没辙呀 他就是领着这个警察呀 在村里转了一圈 也没找着这个黄家鹏 那么呢 就把他给放了 放了呢 但是到同一年1996年 他总共给抓了三次 就过了几个月啊 这警察又把这个黄家光给抓了 说这次把他两颗牙都打掉了 打掉了就是说你得认 他说我实在给折腾的没办法 我就认了 就照警察说的就认了 可是认了之后呢 最后这个法院检察院那边说呢 证据不足 又把他给放了 这么着呢 这黄家光 他在这个1996年的时 1997年还找了个女朋友 本来呢 就准备结婚了 可是呢 到1998年 第三次又把他给抓了 这次还是给折腾的他 他现在说起来都哭啊 就是那时候弄得我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呢 就是驱打成招 招了之后呢 就是法院判 说故意杀人罪啊 无期徒刑 还有那黄家鹏也在里头啊 都是说无期徒刑 偏偏呢 就是这个黄家鹏等于这个嫌疑人呢 另两个嫌疑人呢 居然也说就是这个黄家光 他跟我们一块给打的 可是那个连那个村里啊 那个当年在一个人家里打死的这个村霸嘛 打死就在那个人家里 那个家里的家庭主妇都说 说那五个年轻人打的这个村霸 里边没有黄家光 所以呢 甭管怎么说吧 这他就坐牢了 坐牢了 他当时也曾经这个上诉啊 上诉 但是海南高院呢 就是维持原判 然后呢 到后来做了十几 他本来判无期 然后呢 这个这事一直到了2002年上 有一封信给发出来 什么信呢 毁过信 谁写的呢 黄家鹏 黄家鹏写这个毁过信是为什么呀 就黄家鹏说呀 说我在这个牢里啊 坐着我就良心发现 我现在要忏悔 我当年呢 是冤枉了人家这个黄家光 说你为什么平白无故 要冤枉这个黄家光呢 他说当时我这个记恨 黄家光领着警察 不是到村里找了一圈人吗 你瞧 头顶有飞机啊 然后咱们接着讲咱们这故事 他说你当时不是说 这个领着警察到村里找过我吗 就因为这点小仇 这个真正参与了大死村霸的这个黄家鹏 等于说呀 他就举证非说是黄家光也在其内 这封信呢 毁过信发出去之后 就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 而且呢 过两年 这个黄家光呢 也往外头写信 就是到了2005年 他也给外头媒体啊 写信 就是说 如果再不给我沉冤昭雪 如果再不给我平反 我呀 可能就不活了 我没说就死在狱里边 于是当时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 但是我奇怪的是啊 按照这个报道来说 引起社会上很大反响了都 2005年 但是依然最后这个事啊 是到2013年 高院和这个高检 有一个巡回的那个到牢里啊 检查的那种服刑人员呢 检刑啊 缓刑 假释这些事物的这么一检查组 检查到他们牢里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三亚监狱坐牢啊 所以这个三亚啊 有这个酒店 那是妇人的监狱啊 也有真的监狱 说到这个监狱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黄家光拦路喊冤 引起这个检查组组长的注意 这检查组组长说呀 说这个黄家光坐牢17年来 他呀既不要求减刑 也不要求也不认罪 一直就说我是被冤枉的 所以引起他的注意 这么着 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在2014年 这不今年到2015年 在这个高院高检 这种这个督办 查办的这种这种态势之下呀 才终于闹清楚了 这个一个是 他不再打死人的 这五个村民里头 二一个呢 这里边有一个证人都已经亡固了 有一证人亡固了 但是本来说就死无对证了 但是幸好就我刚才说的 发生这个命案的那家人的家庭主妇 出来说了 说哎 打死打人的人里边 没有这个黄家光 这么几下里凑到一起 才给他平反昭雪 可是他的老爹 十几年来 一直在为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平反呢 在奔走 可是就在真相大白 给他平反之前 两年 他的老爹91岁 过世了 含冤过世 就替儿子含冤 死了 放出来的他 回到村里老屋已经破败 老父已经不在 全村人呢挂着五万响的鞭炮 迎接他这个回村 可是他呀 就说在在老里边啊 睡惯了这个硬板床 习惯了六点起来 一直到现在 就养成的习惯呢 每天五点多 他就睡不着了 就醒过来了 而且呢 还出现了这 我就说这个人间冷暖啊 国家说你做十七年 愿意给了一百六十万国家赔偿 这家一回村啊 这个成土豪了 到处亲戚给他借钱 借十万的 借几万的 有个亲戚给他借十万 他不借 结果把人亲戚还给得罪了 所以这个生活也出现 很大的变化 外面的世界 日新月异 他全不认识 最近听说 他终于找了一个女朋友 说与其老被人借钱 还不如 还有人提亲的 哪级别成土豪了吗 一百六十万 还有人提亲 他说与其他们 谋我的钱 还不如我自己 找一媳妇呢 听说最近准备办喜事了 所以 我今天在这里讲 我也有一个特别的感触 我们在这个人间仙境 天堂一样的环境里 我不由得想起 这个黄家光 他说啊 他在牢里十七年 每天只有二十分钟 放风的时间 所以出来之后啊 觉得从早到晚都能见到阳光 这阳光强烈的刺激他的眼睛 他现在每天得戴墨镜 他已经不习惯于在外边啊 没超过二十分钟的放风了 相比起他来 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放风 从早到晚 是多么的幸运呢 所以 你看这个远处的雪山 我就做一个联想 希望 还有多少冤案 等待 希望这些冤案能够早日 平反昭雪 还人家 雪一样的清白 存在 真的 孙材 请不吝点赞 视频